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寻找秘密 他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 并在台大电机系开设人体潜能专题课程 经过多年实验研究 其科研团队证实了 在人类所处的时空之外 还有所谓信息场的存在 也就是俗称的灵界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 科学界的六百次实验 李思辰教授原本是理工科的优等生 从台大电机学系毕业后 还去了斯坦福继续深造 回国后一直研究半导体 可在退休以后 忽然画风一变 去研究人体的潜在功能了 虽然刚开始的几年中 想要寻找另一个被称为灵界的时空入口 却没有什么发现 但他找到了拥有特殊潜质的孩子 李教授把他们收为自己的学生 反复地实验和训练 从而发现了手指十字的能力 简单来说 这种实验是通过蒙上眼睛 利用手指的触摸 来让文字呈现在脑海中 但这种实验在科学界是不被承认的 毫无依据和理论 甚至在科学的边缘化 更有人说这就是一场骗局 但基于李四层在科学界的地位和威望 几个科学家和心理学家 还是决定去探个究竟 看看李教授到底是弄虚作假骗人 还是其中真有玄妙呢 于是他们和李四层教授沟通后 在1999年8月26日 物理学会的专业人士和两位心理学家 带着一百份提前准备好的样本 装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面带去测试 当时李四层教授领来了一位女生和两个小孩 实验的对象只需要把手伸到盒子中触摸纸条 说出上面的文字即可 女生描述的文字几乎全部正确 两个小孩虽然有失误 但大部分也没有插错 现场的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也表示认可 李教授的试验初步来看并不是一场糊弄人的骗局 随后有一位物理学家临场发挥 让李四层有了更大的发现 同时找到了另一个时空灵界的突破口 这位物理学家从现场找到了一张白纸 写下了两个字 揉成了一个纸团 给了李教授带来试验的女生 当女生拿起纸团后 却说只看到了一个字 光 李教授认为 女生出现差错 是因长时间不停歇的试验 导致女生有些疲劳 于是让女生休息了一会儿 这接下来的测试 才是真正开启了神奇的一幕 物理学家再次递给女生一个纸团 女生拿到后没有说字 而是说看到了一个人影闪过 她发着光还对她笑 打开纸条后 李四层教授看到了佛字 这才意识到 难道另一个时空的入口 和佛有着什么联系吗 在接下来的六百次实验中 李四层教授开始用佛 藏文 方程式测试 发现只有测试到 和佛有关的词语时 拥有特异功能的小孩 才能看到光和画面 有的人看到了光 有的人还听到了笑声 还有的人还看到了菩萨 尤其是把佛中的称号 写在纸团上 拥有特异功能的人 还能看到不同的异象 譬如药师佛 有人还闻到了淡淡的药味 看到了不同的佛身 但如果把佛这个字改变一下 或是去掉某个结构 就不再拥有任何异象了 这让李四层教授 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另一个时空 如同我们现在的网络世界一般 神佛是里面的创造者 储存了大量的信息 想要去哪里 就需要连接对应的圣号 同时也要听从 他们的教导和训诫 那李四层教授的言论和猜想 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从目前的科学理论和实践来看 人类的眼睛 是唯一可以看到的 事物的身体部位 它也是一种工具和通道 因为最后在大脑中反映出图像 17世纪的时候 有一位叫迪卡尔的数学家发现 在人类的大脑中 有一个类似于眼睛的结构存在 科学定义为松果体 和眼睛一样拥有视网膜 可以通过光线做出反应 就像是人类的第三只眼睛一样 所有科学界认为 之所以可以用手指诗字 中间肯定少不了 大脑中的松果体的帮助 手指和松果体之间 建立了一定的联系 用特有的方式进行交流 可惜的是 这种能力不能确保百分之百准确 同时可以用手指诗字的小孩 在成长的过程 这种能力也会消失 虽然这一次 李四层教授的实验有理有趣 但却还是一个开头 却没有证实另一个空间的真实性 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结论和发现 所以只能说李四层教授 对于灵界研究还在进行中 我们从已知的科学范畴来判断的话 另一个空间的世界 依旧只是一个假说 或许等到未来 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科学眼界 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后 就可以看到更高层次的物质世界了 二 佛到底存在吗 我们从这个实验衍生出一个问题 佛真的存在吗 其实不管这个实验 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来看一看 佛教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 或许就能够得到答案 佛陀说 人人都具有佛性 人人都是未来佛 只是这佛性需要自己去悟 六组谈经理说 菩提自信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我们在对佛教 有了一个正确的认知后 开始坚定地信仰它 不退转 不动摇 而后开始学佛 学佛的慈悲智慧 努力精进修行 破迷开悟 增进法身晦密 达到最终成佛的善果 从而跳出三界 不住轮回 得究竟解脱 你问我 世上到底有没有佛 我说有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佛 佛魔一念间 内心清静善良便是佛 恶念一生便是魔 修行就是在修我们的心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行善积德 佛在心中 常存敬畏 举止有德 佛不住在高高的庙堂内 佛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心中有佛 佛自在 如果执念于某个地方的佛 是否灵验 那就愚痴了 心中的恭敬 比任何外在形式的礼拜都有功德 有一句禅语非常好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乳心头 人人心中有个灵山塔 好像灵山塔下修 要记住 不是外在的某个地方有佛的存在 而是我们心中 时刻有尊佛 佛代表的是智慧 也是因果 是我们心中光明的彼岸 佛说一切法 未度一切心 若无一切心 何须一切法 心中有佛 我们内心便有了医护 懂得敬畏因果 慈悲喜舍 众好善因 自己改善命运 万般皆苦 只可自度 佛是众生精神的导师 指引众生解脱之道 远离一切颠倒妄想 但修行还是要靠自己 不要执着于外在的客观世界 是否有佛的存在 佛是无相的 也不会搞个人崇拜 所以不要再执念于此 佛教的真正意义 是劝导世人行善 而不是人人都去跪拜 就相安无事 万事大吉了 我们在寺院里看到的 任何佛像 都是为了视线 度化众生而行的 方便法门 并不是真实的 佛菩萨相貌 而我们心中有佛 就是心中有慈悲 学佛 就是要像佛菩萨那样 去帮助他人 这才是对佛菩萨 最好的供养 而不是一味只顾 烧香拜佛 佛菩萨什么都不缺 他缺的是众生 因觉悟而解脱的内心 世上真的有佛吗 有也没有 你心中常存善念 佛就时刻住在你心里 时刻环绕在你身边 心中无佛 就是住在寺院 佛也不会出现 总之 人类相对于宇宙而言 是渺小的 除了我们已知的生物之外 也许这个世界上 还有超出我们认知范围之外的东西 不能因为我们没有见过 就去否认 因此 我们应该保持好奇心 不断地去寻找 直到找到答案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